10月10日至14日 第二届中国黑龙江国际大米节在哈尔滨举行 本届大米节的重头戏 是日本煮饭仙人村导梦 不远万里从日本背着铁锅 来大米节现场亲自煮饭 为了保证米饭的香味 活动现场尽全力还原煮饭仙人 在日本煮饭时的条件 主办方搭建了明火灶台 让观众品尝现场煮制的米饭 据记者了解 在日本煮饭仙人村导梦的大名是家喻户晓 这位89岁高龄的老人 一生只专注一件事 那就是煮米饭 米饭的素材仅仅是米和水 形式简单朴素 要做好却很艰难 为此村导梦将毕生经历 投入煮好一碗米饭中 据村导梦说 自己年轻时历经战火 曾经流落至捡面包配杂草充鸡 能吃到一碗热腾腾的白饭 就是人生一大幸事 为此 他对米饭的感情尤为堵深 正因为对于米饭的特殊感情 村导梦烹饪白饭 一煮就是50多年 至今仍沿用古法 不用电饭锅 而是用灶台蒸煮米饭 现场村导梦老先生 用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现场煮饭 同时向民众介绍了 他煮米饭的心得 他认为 米是做好饭的前提 水是好米饭的灵魂 桃是做米饭的关键 煮是检验功夫的核心 道场的民众 不仅品尝到了 村导梦先生所做的米饭 同时也现场取经 学到了做米饭的技巧 我感觉泡完以后 它的口感应该是好 就是它先让水分 把米泡开一下 然后再煮也省时间 但是主要是把它的 那个饭香味 他说那不意思 泡好了你就闻着了吗 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的 可能是我们自己 在煮饭的时候吧 可能就是只是 就米饭 它放了一点盐嘛 就可以把这个甜味 跟带动出来 很好吃 很香甜 香 碗 甜 而且 而且 可能它这个 带着一些人文色彩的 这个东西 可能让你吃出一些 不同的味道会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吃饭 打碗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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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